觸犯法是自然要受罰,但到底要怎樣罰呢? 今次就我為大家講一個刑罰的詳細種類 我們只要在這裡提及主刑,即是法官實際判取刑罰 如果是連附屬刑罰都加上去的話 那我估計連新冠疫情都已經結束了,我還是盤點完啦! 目前刑罰的種類各國大同小異,普通法和大陸法略有分別 最輕的是普通法的簽譜守行為和社會服務令 簽譜守行為,即是要求當事人承諾在不多於三年期限裏 不觸犯某些特定條件,通常是不犯同一罪行 或者同其性質相似的罪行 至於社會服務令,即是要求違法者在12個月內 從事不超過240小時,視乎法庭判舉的無新社會服務 並可以代替或者附加於其他判決 之後就是罰款,即是向犯罪者徵收一定數量的財產 通常用於較輕微的罪行或違法行為 例如交通、環境衛生及吸煙等 日本及大韓民國有貨料,是被罰金小額的財產刑 之後就是監禁 是無奪犯罪人一定期限內人身自由的刑罰方法 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在監獄執行的 部分國家擁有區域,即是較短期的監禁 大部分都不會超過60天 在日本及韓國,還會將它分為情域 坐牢加強制勞動 禁錮,坐牢但不用強制勞動 接著就是監禁人的一個分支 終身監禁,另有稱為無期徒刑 在日本及韓國,還會被寫分為無期情域或無期禁錮 即是永江摩奪囚犯自由的刑罰 是大部分國家地區刑道最重的自由刑 是對自由權的終身摩奪 雖然表面是這樣,但實質不然的 因為終身監禁的犯人大多擁有機會假釋 可以從中獲得出獄的機會 真正對自由權的永江摩奪 是他的表親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犯人要非經過非正常途徑,例如得聲 否則不會有任何機會重獲自由 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方法,各個地方皆不同 美國直接在刑罰列出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作為刑罰 英國則會在判刑的時候,額外下達whole life order 這意味著罪犯永遠不會被考慮 假釋,儘管內政大實仍然可以出於同情的理由 將它們釋放 至於部分英聯邦國家 則同樣在判刑時再額外下達 永遠不得釋放的命令,而中共目前亦是行類似措施 最後的是死刑,屬於生命刑、極刑 以摩奪犯人的生命作為刑罰 是世上最重的懲罰 目前全球各國大多已廢除死刑 在刑保留死刑的國家 通常是罪行極為嚴重 才有機會判處死刑 例如謀殺恐怖活動 大部分國家,例如新加坡 在犯罪時只用槍系或販賣數十黑毒品 都需要強制判處死刑 這種法律也未免太狠了吧 刑罰的種類就說到這裡 在這裡順便教大家 若被告同時被裁定犯下多項罪行 而每項罪行的刑期各自獨立 究竟要怎樣求出最終刑期呢? 目前主要有三種 分別為併貨 即是連續執行 吸收 即是同時執行 以及限制加重原則 併貨 即是將多種罪的刑罰直接加起來 合併執行 來於個人反作A罪和B罪 分被判5年和10年 按照併貨原則 兩罪並費結果就是15年 至於吸收原則 即是重罪吸收輕罪 或重型吸收輕型 簡而易之 即是指按重的算 若果一個人跟上罪一樣 因爲犯了A罪和B罪 分被判5年和10年 按照吸收原則 兩罪並費結果就是10年 限制加重原則 即是一個人縮化的數行罪行之中 最重型罰為基礎 在一定限度上酌情加重處罰 最後的處罰結果 是重於數罪中的最高型 但少於總和型 再度引用上罪的例子 一個人犯了A罪和B罪 分別被判5年和10年 按照限制加重原則來判 最後兩罪並費結果是10至15年之間 美國常見那些破天荒刑期 大多就是併貨原則加的鬼 將所有最後的刑期往上面堆 犯下多少罪行 製作多久監 因此最後便罵出一個人被判 達3位數的荒謬刑期 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笑話 令人猜不到的是 併貨原則同樣適用於終身監禁 只不過相加的是假失期 若果人被判處3個終身監禁25年可以假釋 併貨的話就需要75年才可以假釋 看來乾明罪犯要在監獄中老了 今次就說出世間刑罪的大概 對比起世界上絕對群體動物 只有我們人類會想出各種各樣的辦法 在不同層面上對於違反規定的同類予以懲罰 由數大家去到以命贖罪 數罪並罰上千年刑期 一個如此簡單問題 人們竟然想出如此多的答案 也許這個就是人為何人的原因 最後我要說一句 本人不是專業法律人士 以上只是作為冷知識和大家分享 如果有法律問題請諮詢當地律師 請諮詢當地支持